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首先应该相信国际一流的媒体 他对于这种事情的态度 就是他肯定他不是一个英国小报 什么什么劲报或者是太阳报这种 人家是一流的媒体 他肯定会甚之又甚 而且这个东西发之前 我估计法务部门要过一下了 就是你到底是谁跟你怎么说的 对咱们能说到什么程度 当然了马斯克他肯定是否认 他已经否认了 他否认了 他否认 说实话没有 还有一个这是第一 就是我觉得华尔街日报如果报了 或者是纽识报到这种程度的 一般来说我们大概率是真的 包括以前这个华尔街日报 或者纽识报我们国内的一些腐败贪污 后来这种也都是真的 我们也是否认 对吧 这是其一 其二是什么呢 马斯克这个家伙 首先那个大麻是gateway track 我们说的入门毒品 入门级的他并没有 这个入门级毒品 它的作用是这样的 并不是说让你体验这个有多好 入门一种毒品给你的一个印象是什么呢 这玩意儿也没什么呀 我抽一口大麻 发现首先我也没有上瘾 其次这也没啥呀 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借 我还要借这玩意儿 这是入门级毒品的作用 那他同理推之 他觉得 那个K粉那个东西是不是也那样 有可能他来了一口 也没什么呀 我想借不就借了吗 其实很多吸毒越吸越深的 就是觉得他一直想借就借 他反正 这个有点像我抽烟 但我现在已经借了 我以前抽烟 我也是我想借就借 但是就是一直抱着 有这个想借就借的念头 才老是抽 因为你觉得 反正我将来随时都能借 那我就随时抽吗 其实不是的 就是你这个 他就是一个矛盾 你以自己能借为由 然后一直在抽 Gateway Drug就是这样一个作用 他既然很接受这个大麻这种 入门毒品 很有可能他也接受了这种 更深层次的毒品 还有一个什么的 大家应该都注意到了 马斯克作为全球最有钱的一个家伙 他每个星期的工作时间 好像是100多个小时 120个小时 120个小时什么概念 一天要工作17个小时 就是你满打满算 一天休息7个小时 你还得有别的事 你这个经历 现在你马斯克也50多了 你这个经历怎么保持的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吸毒的 因为毒品分两种 我们以前谈毒品那期聊过 一种是让你镇定的 就是鸦片马飞这种 一种是让你兴奋的 鹿安酮 冰毒 还有一些什么乱七八糟的 都是这种 所以他有可能是使用这个兴奋剂 就是鹿安酮这种东西 来保持他那个精神的一个振奋 那他也是为了工作 是为了工作 我们之前国家抓了那些娱乐圈的 那些哥们唱歌的 什么编剧什么的 人家也是为了工作 因为干这一行的也确实挺累 包括一些影视圈的 比如拍电影 你看最近拍繁花 他们说他们拍经常是夜里四五点拍的 那稍微年纪大点的 其实是很难受的 你每天睡的时间少的 所以这一行天然的 就是大家其实用这个 倒也未必是真的为了吸这个 有可能真的是保持精神振奋 这个是有可能的 就是他确实是为了工作 马斯克也为了工作 所以我觉得 学生够大 他们自己不一定觉得是学生 觉得这个 一吸这个东西 一天一夜不用睡觉 而且精神感觉特别好 而且可能还能写东西 写得特别快什么的 是有这样的 因为马斯克他整个人的表现 就是一个亢奋状态 你经常看他在推特上 他就感觉他就不像一个正常人 就像一个精神秘 就这哥们他有可能 就是你从精神状态来说 他跟蒋师在洛杉矶中心遭遇的 那些流浪汉差不多 他也在吸 只不过说 你不能像蒋师那样接触 流浪汉那样轻易接触到他 他身边有一群保镖什么的 他对外人来说是很神秘的 但是华尔街日报这回就拿到了一些 肯定是接近他的人 接近他人看到你息了 就是比如参加一个派对 这派对要签谱一协议才能参加 然后手机还会收走 那肯定是有人看到 就跟有人看到了爱普斯坦那些名流朋友 才会这样对华尔街日报爆料吗 而且他咱们从他一贯在这个推特上这些言辞来看 确实不太正常 不太正常 对 全年发梗图你看 对 就是怀疑就是又抽了 又嗨了 然后在那 当然这次他 他没有正面回应 他的律师团队回应 说就是当年在这个Joe Rogan那个播客节目上抽了一顿大麻之后 NASA就担心 因为你这个SpaceX跟我们NASA合作的 你这个状态怎么跟我们合作 那就要在三年以来要对他进行一个 今天 随机的测试 随机抽查 相当于 就是验头发吗 我不知道是验头发 所以这个就是 他也没细说呀 因为验头发的话 其实是很严格的 验头发要验 因为你如果是光纯尿剪什么的话 那个过期是很快的 一定要用毛发才行 这个就搞不清楚了 而且像马斯克这种级别的 我估计他要作假 除非说NASA把他绑起来 就是有人全程监督的 不然你作假也很容易做 而且你这个所谓的三年 当年他系那个大麻好像是2019 现在三年也过去了 那你华尔街日报报的 假如是2023年的事呢 对 都很难说 反正这哥们 作为一个世界首富 咱们也见过不少世界首富了 也见识过 你像巴菲特这种 也当过首富 人家可能就是一个千千君子的形 就是巴菲特 咱们听其言观其行 从这么多年来 他的这个言行来看 你要跟我说 这哥俩巴菲特盲格 他们吸毒的话 我还真不信 对呀 就是你 但是你跟我说 这个马斯克吸毒 我觉得 这事儿有这个可能 符合他一贯的精神状态 符合他的状态 就是他的很多所作所为 发那些梗图 乱七八糟的这种东西 你不用吸毒来说 还真的很难去解释 他这个行为 你干嘛呀 你全世界最有钱的一个人 你干嘛这么弄 很难解释 现在他自从收购了推特之后 推特的价值也就一落千账吧 价值应该是缩水了四分之三 四分之三 现在当时是四百多亿 我记得 四百四十亿 然后呢 其中一个投资者是谁呀 我想 是JP Morgan 还是哪个就是大的投资基金 已经把它做了减值处理了 减值百分之七十五呀 就是这个 也就是你当年四百多亿美金 买的这么一个玩具 现在也就值一百亿美金 当然没事 他有钱嘛 这个 而且前一段出现了很多这个广告商 从他那吃广告 他还在节目里用了F-words 是吧 他叫人Fuckoff嘛 就是那个迪士尼他们嘛 这个反正他有贤身性嘛 这就是咱们老说的 也有可能刚抽了之后才这么说的 也有可能对吧 参加这个会议来一口 所以 你看他这个所认为 这个都还不是推特上 还不是他那个 这个就是当场现场说的 你这个言辞 咱们说 当然了 你有言论自由 你可以这么说 但是你是个CEO 对 你不能这么 你是世界上最有钱的人 你就是 咱就说 你有这么多钱 咱一点社会责任感都没有吗 咱一点道德 这个担当都没有吗 就是 因为我们确实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社会 资本主义社会什么概念呢 就是谁的资本最多 谁就成为了这个社会的神 就是很多人是 很多人崇拜马斯克 景仰马斯克是没有理由的 理由就是 他是最有钱的人 我不崇拜他崇拜谁呢 就跟以前咱们崇拜比尔盖茨 我就不知道他做了什么 像我那时候才上 我还上初高中的 你看比尔盖茨什么 发明了一个叫视窗的东西 哪见过这个东西啊 但是就是觉得 这个牛他发明了东西 现在很多小孩 从拜马斯克是一样的 就是觉得他有钱 就是发明了电动机车 他吹的这些东西 现在一个已经破产了 他吹的高速的隧道的 像直言符一样的东西 前不久已经宣告破产了 就是那个叫 它不是好多公司吗 还有这个 还有很多东西 但是他 他现在 应该 还有那个太阳能项目还可以 就是他能 把他卖的那个房子 太阳能项目 是他的地理 Kingball Kingball Mask做的 然后这个也是陷入困境 其实他根本就不是什么 革新的东西 这个东西咱们国内到处都是 就是农村 也有人这么做的 卖给你一个太阳能板 然后呢 跟你并网 什么的 这个当年 在那个马斯克的董事会 就是在特斯拉董事会 因为那个太阳能 那个是特斯拉把它收了 但董事会还有点争议 这个可以看我之前 做过一期马斯克的节目 就是说那个极限高压 特斯拉传的那本书 说过这个东西 其实很多人是不同意的 因为这个 但是他会讲故事啊 他说这个 把太阳能用来冲 冲汽车 对吧 他就讲这个故事 他喜欢讲各种天马行故事 但是你 咱们拭目以待 你肯定可以看到 他这些故事一个个的破灭 从这个hyperloop hyperloop开始 已经没有了 他现在的推特呢 是有几个让人看不懂 比如说他推这个蓝标 推这个订阅值 他推了三种价格 除了免费的之外 一个三美元 一个八美元 一个十六美元 这什么区别呢 十六美元呢 就附带他的一个 他的人工智能功能 就是推特版的 chatGPT叫grok 怎么样的 这个东西 非常难用 基本上没什么用 好多人刚开始 尝先用了一下 我也用了一下 发现他 他确实可以总结 这个推特上的 这些trend 就是推特上的 新的趋势啊 什么热门的关键词啊 但是这个东西 其实你通过别的渠道 也可以看到 另外一个就是 他显得很不智能 他其实 他会插颗打魂 就是因为这是 马斯克给他赋予的 一个功能 所以他讲笑话 但是在实际资讯上 就没什么用的 那跟那个 我们说的chatGPT 比起来还是差好远好远 他就把这个东西 硬性的集成到 这个推特的premiere版里 然后多收你8美元一个月 多收16美元啊 没有啊 那你 我说的多收8美元 是相当于 他下一档的那个 对于你要想付费蓝标的 对 就为这个东西 多收8美元 就是他的蓝标也不值啊 蓝标他其实 他想学微信嘛 这个3美元 跟8美元的蓝标是什么区别啊 3美元就是不加蓝标 但是你可以发长文 哦 对 只有自己知道自己是3美元的 没有 那看到你发长文的人也知道你是3美元的 对 对吧 因为这个对于我现在 我已经慢慢淡出推特了 我已经搞不懂他在玩的这些东西了 8美元这个我觉得也很有意思 因为我上推特经常看到的说 你可以挣钱什么的 我一看 这不对啊 我要赚你这个钱 我得先加入你这个东西 你这不就是传销吗 就是你让我说可以推销案例 结果前提是我先买你的案例 3美元还有一个区别 就是3美元是不能有收入的 8美元可以有收入 8美元就加入到了你这个传销嘛 对吧 获得了一个传销的资格 你可以 然后那王老师他这个8美元 您是 我是3美元 我自己降到3美元 你3美元 我从16美元降到3美元了 那16美元那时候 他不是有这个分成啊什么的 这个怎么样的 没分过 但是有一个跟我订户差不多的 可以看出来 他基本上每个月20多美元吧 每个月20多美元 但是能转回去的 就是如果你是有 就白得一个蓝标 一万五以上的粉丝 你是可以转回去 白得一个蓝标 得一个蓝标 乙饭养稀吗 但是这个 在对国内来说 咱很麻烦 因为咱们收不了款啊 我们需要stripe才行啊 我看了 他好像有一个快速提款 就是你有一个海外的银行卡 你要用海外的银行账户 这个就 首先就把人给难倒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 他分钱很不均匀 刚开始的时候啊 他都分几百美元 这么多 对 那也是一个大速销 把你们吸引过来 后来就是几十美元 几十美元的这样分了 所以您要是用这个 16美元的话 也可以白得一个这个 其实是可以赚回来的 但收款受不了 收款这个 到时候跑一趟香港 好像是可以 就是香港当地开一个 那个 限开户是吧 他还有一个就是 我看他现在还在退啥 好像没有了 他把广告商赶走之后呢 他就想用这 这几档 这个收费的订阅制 把它转回来 但明显是转不回来的 对 订阅制 我看就是你 作为一个蓝标的用物 你可以 就是发布一个 只有你的订阅者 来看的那个内容 对吧 会员制 你可以开启会员制功能 会员制也很讨厌啊 其实这个 大家上推特看资讯的话 其实看的更多的 还是你公共讨论的这些资讯 你弄个私密的 你有什么知识 值得你还 我得另外付费去买的呢 对 这个其实就是悖论 这个就是付费墙的悖论 因为你好的东西 或者说大家愿意传播的东西 你把它 哪怕用付费墙把它堵住 大家也还是 也不知道的 对 你如果大家没有这个意愿去传播 你把它放在付费墙后面 证明你这个内容也就不怎么地 其实就是这样 比如说咱们说 华尔街日报这回报 马斯克 欺读 这个其实华尔街日报 是有付费墙的 而且那个很贵 但是没关系 我们都看到了这个消息 他自己就登上来了 他还怕你自己不知道 怕你不知道 对 而且 华尔街日报这回还说的是什么呢 2017年有一次 在这个SpaceX公司开会的时候 马斯克的表现 就完全是一个吸毒的形象 就是李乌伦次 在那儿 这个视频好像网上也有 这个哥们这么表现一点都不奇怪 他就是一个刻意的维持 他是一个像吸皮士一样的一个姿态 对吧 你看我玩是布公 我什么都玩 我不是那种传统意义的这个世界首富 说他可能吸了 除了这个你刚才说的洛安桐之外 还有毒蘑菇 迷幻蘑菇是什么东西 迷幻马骨吧 马骨也是一种 对马骨 洛安桐就是摇头丸嘛 然后科卡因 科卡因那边也确实比较多 科卡因这个东西呢 在亚洲相对来说比较少 因为主要的产地都是高伦比亚的产地 最早的那个 可口可乐里面有某可卡因嘛 少量的 所以这是他名字的由来嘛 结果这个马斯克说 华尔街日报不配给鸟当侧纸 你说一个正常的人 正常的首富会这么说话吗 一天到晚嘴里都没成好词 受的是正儿八经的教育吗 他好像斯坦福还是哪里 真乱七八糟的 其实大家比较担心的是 他们其实为资本家着想 因为你如果是这样一个不稳定的人 很可能对你的决策造成影响 对 所以有一个呢 他的前董事会成员叫 叫赖斯的 2019年他就没有继续去 去当这个董事啊 到期了他就下来 他觉得很担忧这个马斯克 对 其实这个对股东来说也是不公平的 因为如果你这样的话 很可能就会做出错误决策 突然嗨了之后 说不定什么都干了 对 所以他现在已经什么都干了 好在呢 他有这么推特这么一个大玩具 所以他这个 他的危害啊 也就仅限于推特之内嘛 当然了 通过推特这个杠杆 他其实是可以 撬动更大的 就是把他的愚蠢放得更大嘛 他没想到自己 这个花了钱 还变成攻击他的工具啊 是 对 推特上骂他的人也不少 我反正就是 我是看到这个 马斯克有什么坏消息的话 我是第一个转发的 我觉得这个符合我对他的认知 嗯 但有人说这个爆料 有可能是 民主党用来回击共和党的 前一段那个 爱普斯坦文件我们也聊过 嗯 是据说是打击民主党的一击重磅 现在这个 因为马斯克是支持川普的嘛 对 大家觉得有可能会不会是 放出这个料来是 打击共和党的 这完全有可能啊 嗯 呃 对 这个党争啊 就会把一些很这个肮脏的事 弄上来 嗯 你像那个 就今天啊 今天 2014年的1月9号 嗯 今天下午3点左右 台湾所有人手机 收到一个紧急信息 嗯 说中国发射了一个卫星 嗯 就发射卫星是很正常的一事 马斯克天天发卫星啊 嗯 但是呢 这个他很有误导性 他的英文是中国发了一个 MISO 发了一个导弹 嗯 这个人 台湾人也见多了 就是这事 就说这个 赖清德在借此捞票 莫名其妙 至少紧张 说这个大陆又在发楼发射什么东西 这个美国也一样 就是你两党争来争去 打到白热的话 啊 这个我们这个爱普斯坦出事了 小岛名单这么多 居然没有马斯克 没有一个你们这个共和党 这不可能啊 难道你们真的是 出于而不然吗 不可能啊 其实大家都肮脏程度差不多 那确实有可能 也有人确实 确实掌握了 马斯克吸毒的这个证据 就是有个网友说 他说这个 以他的观念 就是以马斯克的工作量 正常人是支撑不了的 很可能就得需要外部药物的 这就我刚才的说法 你这没 这也是媒体报的 一个星期工作120个小时 嗯 每天17个小时平均 你如果没有点这些提神的东西 可能是真是不行啊 喝咖啡不行吗 咖啡估计他这个程度 咖啡已经盯不住了 咖啡因应没用了 是吧 对 那他需要不需要这个戒毒治疗 他应该不需要吧 他可能 他首先他吸得起 嗯 然后所以啊 我们应该看看 以后看一下 马斯克这个牙会不会出问题 还是他有什么特殊的 这个吸的方法 看看牙现在挺健康的 不像一个那种 重度啊 咱们说 之前别的节目聊过的 重度吸毒的一个用 所以是不是因为 他跟他吸的毒品质量 好有关系 也可能 嗯 那个牙主要是冰毒造成的 他有可能别的毒品 我们其实也不了解啊 嗯 其实我们现在对于毒品的了解 不是太多 因为我们在国内 禁毒做的还可以 大家所接触到的 或者说接触到的吸毒的人 也不多 嗯 但美国的话 我估计很多人能判断出来 像 比如说他在2017年 开会的那个举动 嗯 这个肯定很多人一看 就如果他身边有吸毒的 一看就知道 这个肯定在吸毒啊 就是标准的吸毒状态啊 好像他弟弟也吸 哎 这个东西反正 就是 他弟弟呢 卡巴尔 金巴尔 金巴尔 听不 反正有钱嘛 他爱怎么折腾怎么折腾呗 但这样对他的健康 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比如他可能不会很长寿 有可能 反正他现在精神 我觉得已经有点问题了 这样 一个这个 一个人 嗯 分斗了这么多年 然后有这么多钱 每个 每天就休息几个小时的 嗯 最后把自己精神 折腾出问题 你又看到这个世界 有多荒谬了 你要这么多钱 干嘛 到底 整天吹一些 不招编辑的牛 说要去火星 去乱七八糟的 他们说 他之所以搞那些大项目 就是为了 不断的吸引人来 给他投钱 他如果不吹大点 是的 就是这样 包括那个 现在吹的这个 CyberTrak 就是这样的 所有的这些 然后你看啊 嗯 每当他去跟人 描绘这个 所谓这个电动车 前景的时候 人家说不可能呀 这个城市 支撑不了这么多车啊 嗯 交通 他就给你吹个牛 他说我 给你搞一个隧道公司 The Boring Company 嗯 咱们从底下挖呀 在地上 其实这个也不现实 这没可能 太不现实了 你想一千二百公里 谁敢坐呀 哇 不是 你刚才说的 Hyperloop 嗯 我现在说的是 还没破灭的 叫这个Boring Company Boring也有挖隧道 他说你这个城市 我给你挖很多隧道 你在下面 只有汽车开 没有别的 你在这个隧道里 你可以开到 几百公里 比如三百公里 每小时 还有自动驾驶 那跟达普路隧道 有什么区别 国外的基建 没有你达普路这么好 没有咱们国内 还有一个问题啊 嗯 他为什么要提这个 你达普路隧道的功能 是要过江 嗯 他这个功能 就是为了自动驾驶 你不是说 现在自动驾驶 问题多吗 嗯 我现在开公司 我给你挖成这个隧道 以后你这个车 直接在这个隧道里走 在城市下面 从你这个 不管过不过江 你从这个黄浦区 到长津区 直接下面隧道过去 三百公里 每小时的时速 这就是他吹的呀 嗯 当然你信不信 肯定会有人信啊 嗯 觉得这可以啊 跟你 因为我们其实 我们也有隧道 我们有北恒通道 这样的 上海也有呀 对呀 那他就是在 中国已经实现的 一些东西 拿到国外去吹啊 包括中国的微信 他拿到国外去说 我要搞一个超级APP 就是微信啊 你这么说 我想起 杭州有好多这种隧道 文艺路隧道 就是地面战 也不过江 对 其实他的一些 在国外吹的东西 嗯 我们国内早就实现了 包括你 刚才你说的 这个Solar City 嗯 太阳城 也实现了呀 我们农村好多都是 自家就反正又用了 这是一个 嗯 还有一个Hyperloop 这个时速特别快 但是这个已经破灭了 已经破产了 嗯 这个就是看到 我们磁悬浮啊 他觉得我也可以 搞一个这个东西 还有这个Boring Company 就是看到 有这么多隧道 其实国外没有这个东西 没有 因为我们 他们有 他们会挖隧道的 他们挖隧道技术 应该比我们差点 就是像 挖隧道用 顿勾机嘛 这个也是中国 不管从技术上 也是领先的 从工程量来说 应该也是 全球工程量最大的 美国应该很少听说 你在纽约下面 美国大多数城市 也没有这个必要 挖一个隧道 所以他就在吹这个牛啊 就是整天在那吹 嗯 中国其实是 我们的高铁技术 还有这个 顿后技术 都是全球领先的 因为这个挖隧道啊 其实最大的问题 它不是说是挖 它是综合 一个综合的地质工程 关键是防水 嗯 因为很多 你像南方这些城市 都有水 如果是没有这个 专业的 你像 我认识一个 长沙的公司 他叫 叫这个 这个 中电八局 中国电力总公司啊 第八工程局 他们的一大特点 就是他擅长 治理水 因为他是修水电站的 嗯 在深圳这个修地铁的时候 就是有个地方漏水 就把他们请去 他专门 专门干这活 那都是隧道已经挖好了 挖好 发现往外渗水 嗯 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这种 水电专门 专门 这个做水电的这种公司上场了 嗯 因为他们对于这个 制漏啊 制水啊 这些都有很多的经验 中国这几十年搞地铁 搞这些隧道啊 其实经验是非常多的 嗯 包括上海这种 上海跟杭州这些地质条件 搞地铁 在别的国家 他们技术还真不一定能搞成 因为地质 土字松软啊 什么这些问题 包括水啊 什么的 这个都是我们也摸索了很多年 才摸索出来 怎么去 也是人命换来的 杭州的地铁在修建的时候 就曾经十几个民工 给埋在土里了 叫风情大道 那段地铁 风情大道 对 是 就是 呃 也是因为这些的 这些工程的经验吧 可能被马斯克给看去 也学到了 对 他整个一天到 所以 马斯克呢 从统战的意义来说 对中国还是有点作用的 他一天到晚就 他还挺 觉得中国挺好的 那这个咱们 当然是咱们 同一转线 富国籍待遇 同一转线 愿意看到的这个 一个结果 那首先我们也帮了他很大的忙 不是我们上海工厂 他真的牛就吹不下去了 这是其一 其二就是 他看到了你中国 种种好东西 不管是微信 还是你这些隧道什么的 然后拿出去 就那是吹牛 觉得他也能做成 其实他 你像咱们说这个隧道 如果你不是有中国这么一千年的 就算咱们有这么一千年的 技术积累 还有刚才说的那种事故 还要 还会死 你说你一个 从头开始的 你去做一个 所谓的挖掘公司 你去挖 没有那么简单 他 你如果了解 马斯克从头到尾 做这个电动车 你会发现 从头到尾 他都是把事想的很简单 好在他手下确实有几个人才 那几个根几个确实不错 然后呢 最关键最关键 真的是 咱们上海领导 帮了他这一把 不然的话 他真的是吹不下去了 我们就看吧 现在Hyperloop第一步 再看他接下来的Borrowing Company 一个个肯定都会破产 最后破产就是这个特斯拉 Cybertruck 你看等着看吧 2025年肯定交不出来 但是他的兴建 是一定要一架一架的发射 然后兴建基本上大多也是掉下来的 现在是三十三十二个发动机都点火了吗 也就是撑不了多久 也是往下掉嘛 反正他他成本确实低 他还能融到资 供他这么玩就玩呗 但是我觉得 没那么简单 航天技术更是一个很高精的技术 这个不是你 所以你老这么摔火箭也可以啊 你就摔呗 他失败率是很高的现在 你觉得他移民火星的这个计划能实现吗 这个就是一个智商测试的答案 谁相信这个东西 他怎么被骗都无所谓吧 就让他去买狗币 被骗的底料无所谓 为什么你觉得火星旅行不可行呢 火星旅行是有可能的 但是在我们这一代我觉得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马斯克的一个牛嘛 到火星上去开拓个殖民地 你觉得合适吗 我觉得 这个取决于你能不能做到吗 我觉得是做不到的现在 就是你 你这么大一个工程 就是首先你把人送到那个上面的 成本是非常高的 现在只有宇航员能上去嘛 或者宇航员现在也没上去过 就是你送人 当然了马斯克吹的牛 就是我要把这个成本降低嘛 就送人上火星的成本降低 不光送人还要送物资 你还在送水啊 对吧 上面冷水都没那么简单的 而且火星你 就是说你这么大的一个事 殖民或者移民这么大一个事 你不把它探测清楚了 你现在直接就过去了 谁去呢 马斯克自己去嘛 他肯定不去 他说他要去的 他说他要在火星上退休 那他好了赶紧去 赶紧去 他要在火星上退休 去了就别在地球上再发声了 在那自个儿一个人玩吧 吸毒啥的没人管你 那吸不了 没空气啊 他肯定空气带着 叶氧啊什么都带着 这肯定可以 可以满足他 好 那我们关于马斯克 我们就聊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的收听 大家有什么建议和意见 可以加入我们的群 好 请扫我们的二维满 好的 好 谢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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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